好 好 好 走 咱们去给他们敬酒 少爷 这 恭喜少少爷取得家福 树在下眼镯 阁下是 碧人局内商会会长 对少少仰慕已久 只是可以没有结交的机会 文少帅今日大喜 冒昧前来讨一杯喜酒 王少帅莫怪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竹内先生 听说贵商会乃是东阳的第一大商会 生意遍布亚洲 只不过赵某人位卑人卿 不敢结交啊 我来的时候 正好碰到盛老板离开 听说他要去广州主动舍弃赵家这样的盟友 我真替他感到遗憾 不过我想这也正好是我们商会的机会 不知道我能提供给你们日本人什么机会 我听闻东北不是很太平 以你有杀父之仇的吴培搭上了王将军的线 已经整合了盘县的势力 恐怕下一个目标就是东北 然后便会直指你们赵家 承蒙您抬 肯招我作序 只是 我恐怕要辜负您一番美意了 您也知道 不过我跟娇娇从小一起长大 我一直把她当作我的亲妹妹 并无半分的儿女之情 你可真是翘舍如簧啊 你对她没有半分儿女之情 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明白了 你是找好了下家是吧 那么 那个信金的小姑娘答应嫁给你了 表娇 我与圣家 与娇娇的婚事 跟玉蓉没有半分关系 您不必迁怒于她 你还真是 事事都替她着想 但是正男 少帅 你别忘了 我是为人父母的 你永远不要低估一个父亲 保护女儿的能力 绝不允许任何人 伤害我的娇娇 您放心 没有人愿意伤害她 但我也劝您一句 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我今天来 叫您一声表舅 已经没有追究 您派人追杀玉蓉的事情 我已经顾及到了 圣诏两家二十几年的清分 但如果还有下次 我不介意玉石俱分 你这是在威胁我 不是威胁 实事求是罢了 其实 就算没有玉蓉 我也不会娶娇的 这个婚事 是我父亲跟您应诺的 我本人 并没有应诺 而且您也说了 您作为一个父亲 是永远会保护自己女儿的 那请您好好想一想 把娇娇嫁给我 就是最好的选择吗 嫁给一个 根本不爱她的男人 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是多么的不幸 娇娇还想 她想不明白 您也想不明白吗 难道您真的要把娇娇 置于那样的境避吗 武处 是 秦吾娇呀 拿上你这两个物件缘 赶紧打盗回府吧 既然你知道这门亲事 是我和你父亲定下的 我自然会去找你父亲 讨个公道 表舅 我还是希望 您能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赵家需要盛家的支持 但同样 盛家也需要我们赵家的照抚 您跟我父亲打了半辈子的交道 您也了解他 他是绝对不会亏待自己的兄弟的 同样我也是 无论我和娇娇的婚事如何 我永远把您当作我的长辈 只要您愿意 未来新政府的财政总长 就是您的 只要您愿意 你真的以为一个财政总长的位置 就能让我罔顾我女儿的心愿吗 真是笑话 表舅 还是希望 您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不用考虑了 恕不远送 那好 那我就先告辞了 娇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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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儿啊 我要去找杰玉蓉 我要去找她算账 主要是同学们的卖价很实在 算捡便宜了 怎么样 这里都卖出去了吧 卖是卖了 就是 钱没有多少 那你们呢 这都怪我们考虑不周 这在学校里搞义卖 这买主不是学生就是老师 他们本身就没有多少钱 是啊 这我们折腾了大半天 雷声大雨点小 总共也没有卖出多少钱来 没关系 你们作为学生为赈灾筹款义卖 这已经是爱国行为了 爱国行为不分大小 为赈灾筹款也不分多少 我去找你 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赵家军的赵正南 我有些提议 想跟同学们讲 正南哥哥怎么来了 同学们 对于这次 你们举办赈灾义卖的爱国热情 本人十分地钦佩 我们去看看 其实扪心自问 我们北洋政府中的某些药员 对于赈灾的考虑 可能还不及在座的各位 从物质方面来说 也许各位的义卖 对于灾民的补助 是微乎其微的 但是 从精神方面讲 你们这次的活动 深深激荡了我这个 爱国军人的心 而且 你们的精神 与国家的困境 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这种无形的联系 比有形的金钱更为重要 所以 我为了支持大家的义卖 我决定 将各位还没有卖出的物品 全部买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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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好 可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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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 一种 这么一种 不像 不像 两种 一种 对呀 这么一种 你想知道 那么一世 怎么不像 你也想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